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往往来自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今天我想带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失败 失败不仅仅是成功的母亲 甚至可以说她是成功的外祖母 因为我们在成功的道路上 往往会经历不止一次的失败 这些失败就像外祖母一样 带给我们世代累积的智慧 首先 失败是学习的起点 失败本身不可怕 它其实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步 每当我们做某件事遇到挫折时 失败让我们意识到问题所在 促使我们去反思和改进 就拿托马斯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例子来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上千次失败 他曾说 我没有失败 而是发现了上千种不适合的方法 正是通过这些失败 爱迪生才最终成功了 让我们看看生活中的例子 其实失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无处不在 你可能曾经在学校的比赛中摔倒 未能取得胜利 第一次摔倒可能让你很失落 但这并不代表你永远无法成功 反而 失败会让你更加小心 更加努力去训练 最终走向成功 再比如 我们学习自行车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人都曾摔倒过 但正是每次摔倒 我们才慢慢学会了保持平衡 最终能够自如地骑行 还有那些厨艺高手 他们的每一道美食背后 可能都有一些失败的黑暗料理 正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 他们逐渐掌握了烹饪技巧 失败就是学习的动力 它帮助我们改进和成长 那么 面对失败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在面对失败时 选择逃避 而不是学习 我们该如何将失败 转化为成功的踏脚石呢 首先 正是失败 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 不要因此而感到羞愧 承认失败是我们迈出下一步的前提 接下来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失败不是毫无意义的 它其实是一种宝贵的反馈 花时间去分析 为什么会失败 找到问题的根源 帮助我们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 然后调整心态 保持积极 失败是暂时的 而成功则是通过坚持努力获得的结果 面对失败 我们要保持乐观 是其为成长的机会 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坚持不懈 每个人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 都会遇到挫折 成功并不会一蹴而就 你可能会摔倒多次 但只要你永不放弃 总有一天 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总结一下 失败不仅仅是成功的母亲 她甚至是成功的外祖母 她通过不断的积累 教会我们如何面对挑战 如何改正错误 如何在困境中成长 重要的是 当失败来临时 我们要敢于正视它 汲取其中的教训 保持积极心态 并坚持到底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给你一些启发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请别忘了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